大家好 今天又分享一下世界日報 瀏覽基版 3月26日 星期二 2024年 頭條馬英九 4月1日 訪問中國內地 由台灣省過去 馬習議會 有望 第一次是2015年 握手這張照片 馬英九做總統的時候 在新加坡 和習近平主席握手 馬辦說是 老友碰面 國台辦做好來訪的安排 國台辦是中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台辦 和平之旅應邀成行 國台辦邀請他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他 上一年已經來一次 帶學生 和年輕人去採訪 上一年去了南京 武漢 長沙 重慶 上海 今次去北京 有機會 北京 北京 習主席在那裏辦公 看看 安不安排到見 馬先生 哈哈 另一宗 在我們這邊緊張一點 大谷 打棒球很厲害 7億 簽了7億美金 簽了10年 他翻譯 這個水源 否認蝕到 就是水源說放 這個水源 就是偷了他的錢 輸了450萬美金 原來 450萬美金 原來就是用大谷的帳戶 一邊偷 其實這個水源是大谷的朋友 本來是朋友 找他做翻譯 誰知道 他就趁這個信任 偷他的帳戶的錢 他日前坦白直 跟大谷 沒有計 你這樣偷 就報警 這個水源說 這個大谷是有份賭的 對嗎 大谷 這個棒球手 當然是否認 否認 他們不可以賭 香港跑馬騎士 不可以自己買 有沒有人跟他買 就不知道 他不可以自己賭 你自己賭 自己操控 這樣就有問題 以前在澳門 就是護力球的 嘩 嘩 假到鼻子 打真打 那時候真的 都有人賭 哈哈 後來當然就不行了 好 下一次再分享其他